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在中国国际救援队搜救犬队当中还有很多同样出色的搜救犬 他们不会说话却能和自己的主人心灵相通 那么当他们面对严酷的考验时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呢 今天我们就带您认识一对工作当中的搭档战神与小天 这是一次模拟地震灾害现场的搜救者 在废墟中寻找事先安排好的幸存者是这次行动的主要任务 由于在真正的救援中 交通工具往往不能直接到达救援地点 需要救援人员徒步前行 这时候为了节省搜救犬的体力 训导员会背上自己的爱犬前往救援地点 在废墟中进行幸存者的搜寻训练 需要犬和训导员的密切配合 这将是对犬的严酷考验 现在我们每天训练 一天最少要让犬适应 在五个陌生的环境下进行训练 我们会把犬呢 带到拆迁的楼房 包括厂矿 医院 学校啊 等等这样的不同场地进行这个搜索的训练 他的体力非常好 我们可以利用他们进行长时间的工作 主要是让他们在这个大面积的这个高难的这个废墟 这种这个现场情况下进行工作 现在的战神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 常规的训练任务都能够沉着应对 为了提高战神的适应能力 队长特意为他设置了模拟井下搜救科目 战神能否顺利完成任务 我们将拭目以待 战神属于是那种就是性格比较急 他属于是兴奋型的 那么兴奋型的特别是比尼十秒权这种的话 他的这种警觉性比较强 也是非常的凶猛 你好 我说 我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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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于战神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性 让他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会表现出丝毫的畏惧 但为了让战神能够很快的进入状态 队长还是选择先从地面将战神吊起 让战神能够适应高度的变化 那么实际在吊的过程中 犬呢也会会出的话 也会出现这个紧张害怕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抱着他 那么抱犬也有很多的方法 能让他感到舒适 到达楼顶的战神 看起来情绪还算稳定 于是队长果断决定 进行下一阶段的警下模拟演练 但再次被吊起的战神 神情上有了一丝慌张 毕竟警下的环境 对于他来说是极其陌生的 此时的战神 还能否像刚才一样 克服恐惧和焦躁呢 战神终于顺利的到达井下 并迅速展开了搜救行动 凭借着灵敏的嗅觉 他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井下 事先藏好的助训员 同时进行不间断的废教报警 废教报警的训练在国际惯例是 废教报警30秒 要达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废教报警的一个能力 他的持久性的一个培养 还是比较复杂的 发出叫声报警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通常训导员会藏匿在 事先准备好的 盖有盖子的一个圆形管道 搜救犬对此并不知情 训练刚开始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废教 训导员这时候 会用食物或玩具引诱他 一旦犬开始吠叫 就会马上进行一个奖励 久而久之 犬就形成了条件反射 一旦闻到人的气味 搜救犬就会不停地吠叫 进行条件反射的训练 是搜救犬训练过程当中 训导员常会使用的方法 无论是对于搜索口令的反应 还是平时的服从性科目的训练 比如站立坐握靠 这些科目都是让犬在重复同样的一个动作 以达到习惯成自然的目的 但是在实际的救援过程中 错综复杂的环境会给搜救犬带来困惑和误导 那么在有干扰的情况下 搜救犬还能在条件反射下做出正确的判断吗 在和平年代 自然灾害的发生就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大量建筑物的倒塌和随时可能发生的余震 让搜救行动如履薄冰 面对陌生的环境 稠密的人群 以及各种不同的气氛 搜救犬的搜救行动更是困难重处 搜索的过程当中 还有我们要进行不同性别 不同年龄的搜索的训练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讲到的搜索职业气味 最后的一个训练难度 我觉得就是稍稍比较大一点的话 就是一个抗干扰能力的训练 队长所说的最后一项有难度的训练 在真实的救援环境中非常实用 当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 搜救环境中会同时存在 医院、化工厂、商场超市等 不同的干扰性器 尤其是厨房食物散发的香味 都会对犬的嗅觉产生干扰 在战神即将模拟搜索的地方 队长放置了香气十足的 美食 战神会不会为美食所动呢 到了废墟上之后呢 我们也会安排一些骨头啊 包括我们的火队盛啊 还有鸡蛋啊 放在这个废墟上 然后在搜索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故意的来引诱我们的犬 这些美食并不是鼓励战神 迅速找到幸存者 也不是为了提高它的工作效率而放逃 这是有意进行的一种抗食物干扰的训练 因为我们在实际的灾害现场 这个倒塌的这个 比如说酒店啊 这些我们家属区啊 它毕竟会有厨房 那就有食物 如果犬的话对食物有反应 那么也对于搜索的目标会有很大的影响 战神经受出了考验 从美食旁边走过 却对地面上散落的食物置之不理 那么战神是如何抵制住美食的诱惑呢 我们把食物放在老鼠夹子上 放在地面上 那么全在油散的时候 自然活动的时候 一吃这个食物 然后啪 会刺激它一下 这个时候实际这种的 就是说外在的这种刺激 比你训导员过去 你去轻击他的嘴巴 这种的话呢 效果要更强一些 战神没有因为美食 而停下搜索被困人员的角度 当他搜索到一栋外观保持良好 但是内部结构完全倒塌的建筑时 他开始停滞不前 并不断废角 战神是否找到了幸存者 既然找到了 为何又停止不前 因为战神的废教 队长初步判断 楼体内可能会有幸存者 但是因为他体格庞大 所以此时停步不前 按照国际惯例 在每次搜索行动当中 必须有两条搜救权 先后对同一地点进行搜救确认 以便增加定位的准确性 通常与体格魁梧的战神搭档配合的 是另外一只体型小巧的搜救犬 小天 小天是英国使兵格猎犬 他生性胆小 温顺可爱 个头也比较小巧 因此常与大型搜救犬一组 执行搜救任务 每逢遇到大型犬 无法进入的狭小空间 小天总能灵活地进出 在08年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救援当中 我跟冯七刚 冯教官 我们俩是一组 我记得我们是在映秀宾馆的一个居住楼里面 然后进行搜索的时候 因为小天的体型比较小 直接就钻到了一个缝隙里面去 然后对这个兴奋的进入飞校 就把这个人给救上来 小天这样的使兵阁猎犬 是工作犬中常见的一种 由于他肌肉夸达 身形紧凑 因此显得很有力量和耐力 是那种能在坚苦条件下 从事工作的猎犬 尽管他天生具有这样的才能 但要让这样一只 温顺胆小的小狗 变成机民勇敢的搜救犬 也并非一时 这就需要殉导员付出更多的努力 每一位搜救犬的殉导员 都希望自己能分到一条体型 高大威猛 活力四射的犬 这样无论是执行任务 还是平时散放 都会显得威风凛凛 可是搜救犬的品种众多 并不是每一个殉导员 都能分到钟爱的犬种 会根据训导员的性格 包括犬的性格 是互相的融合 互相的弥补 然后再进行这种训练 冯其刚是搜救犬队的队员 在犬没有分配之前 冯其刚就盼望着 自己能分到一只狼种犬 甚至早早的为他的爱犬 起了一个极富神话色彩的名字 小天 我不是二王神 但是我希望我的犬 能够像孝天犬一样 在未来的这种废墟上 或者灾难面前 能够发挥他的神威 发挥他的嗅觉的能力 把幸福者能够找到 孝天是搜救犬队成立后 吸纳的第一只使兵合犬 对于他的加入 犬队抱有很高的期待 而对于冯其刚来说 这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当冯其刚下定决心 准备一盏拳脚的时候 孝天就给他浇了一盆凉水 我过去一摸它 浑身颤抖 颤抖之后过了一会儿 我一看它地下都湿了一片 我说这怎么回事 我一看原来是尿下了 我说这种犬能造为搜救犬吗 确实当时特别的失望 冯其刚从小就喜欢养狗 对狗有着特殊的感情 但孝天这样的表现 却让他措手不及 自己需要怎样做 才能让孝天不害怕自己呢 心急如焚的 他找到了队长 希望队长可以传授训犬的经验 可是队长给他的答复 只有十个字 训犬无诀窍 耐心最重要 有了队长传授的秘诀 冯其刚开始耐下镜子 走进了孝天的生活 每天一大早 冯其刚都会早早地起床 来到孝天的犬舍 为孝天打扫卫生 起初孝天都是远远地躲着他 时间一长 孝天会围着冯其刚的腿 不停地打转 冯其刚觉得自己的努力 总算没有白费 孝天终于开始接受他 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 冯其刚决定 让孝天到训练场 开始进行科目训练 我去牵他走的时候 他就趴在那不动 然后我就瞪着他 我就牵着他实际拽 我越去牵他 用力牵他 他就越往后退 他的尾巴夹在屁股底下 整个身体都浮在地面上 好像是只有这样 他才能感觉到安全一样 别说让孝天到训练场 进行科目训练 就连离开犬舍他都不肯 经过多次尝试 冯其刚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当时我就很着急 因为我们同去的八个人 他们的进步都特别明显 特别快 我只能在一边看着 那种心情就特别的失落 特别的低落 一面是焦急的希望做出成绩 一面又不能让孝天操之过急 毕竟孝天当时还是一只幼犬 只有五个多月大 对于这样一条身体和性格 都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幼犬 冯其刚知道 越是着急 越会适得其法 可以意识到 不能把孝天 只是当成一条犬来训练 而是应该把它 当做自己的孩子来培养 我们经常带他 到一些陌生的环境 进去锻炼 像一些山坡 山沟 我多鼓励他 多抚开他 告诉他 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危险 只要我在 你就相信我 渐渐的 孝天开始对冯其刚产生了信任 当他耐心的一遍遍给孝天讲解动作的时候 懂事的孝天 也会时常给他一些反馈 无论是对待人 还是对待动物 那么都是一样的 他都是有生命的 你要跟他同样的平等对待的话 用你的微笑去赢得他的微笑的时候 那么他会对你 还你一个微笑 随着一天天的熟悉 冯其刚认为可以试着让孝天做一些简单的训练科目 于是他将孝天带到最简单的人字榜天 可是事与愿为 孝天胆小的天静又一次表现出来 无论冯其刚用诱导的方法还是命令的口吻 孝天始终就是紧紧的夹住尾巴 两腿不停的颤抖 天渐渐黑起来了 无奈之下 冯其刚只好带着笑天返回巧事 说实话那时候我都想掉眼泪 特别的难受 当时我就不由自主的 我就开始抽门烟 我就抽烟 一个人跌一个人的抽 就是以抽烟的方式来排解自己心中的这种压抑 这种愈美 因为我知道我说的 我说的再多 他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但孝天的一个举动 却让冯其刚大吃一惊 孝天看到冯其刚 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宿舍前 主动用他的前爪 把冯其刚手中的烟扑到地上 然后把剩下的烟头扑灭 冯其刚并没有理会他 又继续点燃了第二根烟 奇怪的是 孝天又用同样的动作将烟扑灭了 然后蹭到冯其刚的身边 前爪搭到他的身上 直直地望着冯其刚 好像在说 慢慢来 相信我 我一定能做到的 这一夜 冯其刚辗转难眠 他给心爱的孝天 铺了一床暖暖的毯子 让他睡在了自己的床前 第二天清早 冯其刚像往常一样 带着孝天来到训练场 经过一夜的反复思量 他决定帮助孝天 一起克服恐惧 战胜自我 一到跟前他就会停下来 当时非常着急 然后我们的队友 有好多我们的队员 也给予我很大的鼓励 给我同时在一旁 给我加油鼓劲 让孝天都加油上 为了让孝天能够知道通过障碍的方法 冯其刚索性 自己做起了示范 他从人子板的一边爬过去 然后再返回来 用事实告诉孝天 很简单 很安全 然后又抱着孝天 一遍一遍的堂尺 但结果 孝天还是战战兢兢 这时候 冯其刚灵机一动 想出了一个办法 如果能把人子板的高度降低 孝天是不是就不会感到害怕 就那一刹那之间 他自己一下子通过了 大家都不由自主的鼓掌 我抱着他 又是亲呀 又是拢的 又是抱的 他对我也是非常亲近 扒在我的身上 好像在告诉我 我通过了 我没有让你失望 有了这次成功的尝试 队友们慢慢的 将人子板的障碍加高 恢复到原来的高度 孝天一次次的顺理通过 这让冯其刚感到万分的喜悦 他说 如果再让他做一次选择 他不会再固执的 只选择狼种犬 因为只要用心复处 任何犬种 都会给你回望 勇猛机敏的狼种犬战神 和体型小巧 温顺可爱的孝天 这对搭档 虽说参加工作的时间 还不到三年 但是在搜救场上 却履历战功 让国内外的同行刮目相看 正是因为有了更多 像他们一样的搜救权 无数人的生命才得以救助 我们感谢搜救队 训导员们辛勤的劳动 也期待战神和孝天 在救援场上再创佳祭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他是全国公安机关 暗影模范 他的行动温暖着 千万下岗提供 他不富裕 却自逃腰包 为困难群众想心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曾经帮助三千多名 下岗人员找到了工作 和平年代优秀 处转军人系列节目 下期播出 欢迎视频 烛光你的希望 敬请关注